Alfred 許廷鏗年尾忙過不停 除了宣傳新歌和準備跨年音樂會 還要出席大大小小的代言活動 好像這天又見到他現身 同歌迷大玩遊戲還抽出名車大獎 他開玩笑地說自己是遲來的聖誕老人 原來Alfred 媽媽是聖誕節生日 每年Alfred 都會和媽媽慶祝 今年都不例外 他其實年年的聖誕節我都會陪他度過 尤其是在聖誕之前的平安夜的晚上 我就和他一起度過十二點 因為我們每年都有一個習慣 就是會去聖誕那裏 當踏正十二點的時候 我就會走過去小小的聲音和媽媽說生日快樂 今年都不例外 亦都希望可以繼續有這個習俗 繼續傳承下去 可能給我哥哥姐姐的小朋友 都會繼續做這件事 都看見你了 整班吃了聖誕大餐 是不是都很開心 當然開心 因為媽媽煮的食物是永遠最好的 哪怕那是一個菠蘿腸仔 都是最好吃的 我昨天都忍不住放上網 這麼多年吃我媽媽的菠蘿腸仔 都仍然是最好吃的 我不知道關不關牙籤的事 總之很好吃 今年對Alfred來說 是意義非常重大的一年 轉做獨立歌手 成立自己的公司 他說很開心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和寵愛 好像今年聖誕節 就收到一份恨了很久的禮物 Alfred說希望下年可以報答所有愛惜他的人 我之前有一個小小的許願 跟我朋友說過一雙鞋我很想要 誰知道他真的送了給我 今天Boxing Day就拆開了 今早我就真的看到那雙鞋 所以都謝謝大家對我的用心 都令到我覺得 我對人用心都是有回報的 但是我真心希望下一年 下一年我的回報就是對歌迷 有多些音樂上的作品可以回饋 還有因為剛剛過去這一年 確實有很多新的嘗試 但是音樂仍然是我的主軸 希望大家多多留意這個新作品